第四季节目 来喽 回来了 回来了 你们俩都来了 刘云 回来啊 回来了 完了 全白色 你现在来了 我去上桌房去 来来来来 你坐着 你看你这么忙还真的来 今天你出院 这是大喜嘛 我怎能不来呢 立伟啊 这次可真的要谢谢你了 谢我什么呀 你说的就是 我和于波去参加的 那个签约仪式 这有什么好谢的吗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了 还真有人啊 把这件事当事了 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啊 啊 爸爸 小兰姐 阿姨 来 文文 你来了 阿姨 你真的全都好了 好了 好了 你阿姨这次能够撑过来呀 就是想等着听你叫我一声妈 好 那我现在就喊你一声妈 我呀以后就有两个妈妈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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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座入座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来 去了 来了 莫莫 你这个新贷科科长啊 干的怎么样啊 还行就是忙点 她现在真不错了 这不在她的指点下 我们公司还弄到了三百万贷款 好 这一下我那两个一直想做的项目啊 这不就可以做上去了吗 一下就贷了三百万 是啊 真不少啊 你不啊 你那公司要好好干 很有希望 好 高科技新兴产业嘛 好 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妈 你看 这壶多漂亮 我们家要守一个这样的壶 那该有多好啊 哪能跟你们家比啊 又宽敞又明亮 到底是多年的老房子吗 说到底啊还是共产党好 不但给你外公平了反 还把老房子退给你们了 是啊 是啊 随便吃 文文 我听说你们学校要搞一个慈善基金的演出会 你登不登台啊 那当然了 我到时候还有个现代舞 你们呀每一个人都要去捧场 我能不去吗 我们公司还要给你们捐点钱呢 真的啊 那实在太给我面子了 好 来来来 我提议大家举杯 为刘盈今天出院 为她身体健康 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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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来 随便吃随便吃啊 好好好 你妈呀 你到晚上就来神 嗯 去睡吧你 我说你今天的话啊 是在说我吧 我说什么呢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啊 我说的啊 不是什么人 说的是一种现象 一种可怕的现象 好 对了 这书上还写着 你看 我们不要站起来看 地上什么都没有 你蹲下 满地都是蚂蚁 你看看 这么脆弱的神经 还搞什么改革 搞什么探索呢 你说是不是 那咱们也不能做这样的人 明明满地都是蚂蚁 愣说什么也没有啊 你 我看看 你看谁 这哪有蚂蚁的事 好 怎么晚上还有加班啊 对 我得看一会材料 你先睡吧 晚上不要太晚了 嗯 晚上不要太晚了 嗯 咱父子俩说说话呀 你屈叔叔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嗯 他说我们那家公司啊 很有前途 现在又加上你的三百万贷款 我是更有信心的 我准备把那个纳米材料项目啊 先搞上去 你搞吧 我先睡了 现在好嘞 你妈也出院了 我最操心的那个科科公司的那件事 现在看来 也风平浪静了 爸爸现在可以 好好的干一番事业 你说是吧小包 喂 这么晚了 好 我马上来了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有急事 诺婉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知不知道 汤总一下子把欠人的高额利息 全都还清了 我知道 我帮他算算 最起码有两千多万 近三千万元 他哪来这么大一笔钱呢 不知道 他一个字都没跟我说 但我总觉得 这钱一定不是正道来的 你知道我想到哪里去了 我想到了你 我想到了你 我总觉得他一定是借用你的手 没有 怎么会呢 真的没有 小莫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 你也不敢承认 知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是做了 你不能害了自己 还害了很多很多人哪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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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立即按你布置的方案进行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履行我们的天职 小莱啊 谢谢 坐坐坐 查得怎么样 查不出什么线索来 他们这次行动 还真有点滴水不漏 许剑刚才来电话 他已经估计到咱们面临的困难 他倒是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唐领 这次这么大一笔资金的移动 不可能不通过银行 他建议我们 立刻和审计机关联系 请他们到银行去审计一下 看看这笔资金究竟是怎么移动 小琴 把这东西给我拿走 你把这条消息给我听听 本市将举行 慈善基金募捐专场文艺演出 由本市春风舞蹈学校师生 联合现演精彩舞蹈节目 演出收入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组织 并欢迎各界人士到场 共享一举 踊跃捐赠 以充实我是慈善基金 行了 你去忙吧 快乐 娶奄基金 欢迎贴 回 Portuguese 刃基金 家长首画 你看你看 你看这庭总 脑子真棒 下激动什么呀你 我不是下激动啊 你看这种事我就没想到 想到的话我照样拿出三百万 你有三百万啊 那你还不如捐给我呢 怎么了 怎么一提到关键问题你就这样了 不是你说你一天到晚跟我在一块 你怎么这素质上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长什么呀 我一天到晚跟你在一块我学什么了 和你在一起不就天天 又胡说八道了 我是为你好 因为我比你大那么多 你将来总要一个人出去闯吧 你到社会上去混 你必须得学为人处事 知道吧 你像滕总这种行为啊 他今天拿出去三百万 他可能明天就要拿三千万 三个亿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你知道吧 我是教你学为人处事 教你怎么做人 明白了吧 假正经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不许朋友 我今天非常高兴 演出很成功 而且表演得很精彩吧 现在舞跳得还真是不错 来 文文 我敬你 你俩喝一杯 立伟 你到底是在夸谁演的精彩 当然是说我们的女儿 文文咯 滕琳演得也很精彩啊 一个逼死了丁盛宝的慈善家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我们是为文文的演出庆贺 不要就是重提了嘛 再说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说是不是小岚 事情还没过去呢 于老师 我们正在查那笔巨款的来路呢 小岚 你们怎么还要继续查 我们正在查那笔巨款的来路呢 我们正在查那笔巨款的来路呢 你们怎么还要继续查 我们要继续查看 喂 喂 小莫 你有没有看今天 怎么了 你声音那么紧张兮兮干什么 现在不是一切都很好吗 好 行 我跟你见一下 哭丧着脸干什么呀 今天沈济局的人到我们行里来了 沈济局 到你们银行来了 他们从来没在这个时候来过 你的意思是 他们是冲着那件事来的 你 你不是说做得天衣无缝吗 怎么可能 我指的天衣无缝 是我的那笔贷款手续的 但要是他们一查那笔资金留下 那一切全暴露了 那我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马上找笔钱把这个洞补上 否则 三千万哪 这不 这不要了我的命啊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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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老人》 我说 你老人 来 杯咖啡 白卖的 挺少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徐市长 你来了 来 坐 今天有什么好消息 要告诉我吗 对你来说 不是什么好消息 是吗 余末用伪造的材料 给余波老师的联合投资公司 办了三千万的贷款 你说什么 三千万 这不可能吧 我听他说是三百万吗 是三千万 但余波老师只拿到了三百万 其余的两千七百万 花到外地一个公司的账号里 但最后 他又化回本事 成了腾领支付所欠利息的 全部资金 这 这是真的 审计局已经全部审计清楚了 我看到了所有的材料 真的和假的 我是刚刚从审计局出来的 这 这太可怕了 这件事情你向萧峰汇报过了吗 还没有 我想 我应该先告诉你 好 谢谢你 你先不要告诉他 让我想一想 我还做了一件 我不应该做的事 什么事 我要求审计局 在一个星期里安兵不动 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消息 我是由我们检察院的名义 提出来的 他们答应了 你这是为我 留出来的时间 是 对不起 区市长 我该走了 再待下去 会对你不方便 我看你 那不是 她太多了 我看你现在到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 你来干什么 找你 立伟 你怎么把我叫到这儿来了 除了这里 你还指望我把你叫到什么地方去 是政府大院 公安局 检察院还是法院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于伯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一直把我瞒到现在 你说 你说呀 我什么事瞒你了 于墨 你和于墨做了这么大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竟然完全瞒着我 你太不像话了 于墨和我 就是那三百万贷款的事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三百万 三百万你做梦吧 我实话告诉你 真实的数字 是三千万 三千万 他带了三千万 那钱呢 钱都用在哪儿去了 去给腾领支付集资的利息了 去给腾领 做慈善捐款了 去给腾领 上电视 上报纸了 你懂了吗 原来是这样 好 我问过他几次 他始终不肯说 他一再向我保证 他和腾领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问问你 腾领到底让于墨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腾领最信任的人 你和于墨又 他们的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 请你相信我 我和你一样 真的为小莫担心 腾总 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小莫也不肯跟我讲 但我心里很清楚 腾总 一定要小莫去干一件很大的事情 也许实在太大了 他已经不敢和任何人讲了 很大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啊 我估计 真的 不说出来 真怕吓着你 你说吧 于墨 你实话告诉我 你们余家 到底和这个老太婆是什么关系 难道你们父子俩 就愿意使了性命 为她干这种事 你说呀 你们到底和她是什么关系 你说呀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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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都你说了 开出 是于墨做股票赔了本 他想搬回来 可上哪儿去找钱呢 他知道腾领在他们银行里边 有个几百万的账户 一两年都没动 他挪用了这笔款子 把它投到股市里去 结果是越陷越深 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用得了五百万 这是突然被腾领发现了 他以抹去这件事情为条件 要我请你去参加他那个签字仪式 我很矛盾 我希望你去 又不希望你去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我去了你的办公室 你没有同意 刘英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迫不得已 亲自再去请你 你总算出息了 这样也就给腾领的脸上贴了金 后来 又发生了余末 深深地伤害了文文的一件丑事 为了不让文文和余末关系破裂 腾领买了一辆轿车 让余末用自己的名义 送给了文文 让文文消了气 我心里很清楚 他做的这些 都是为了把你拉住 我真想把一切都告诉你 可是余末和我已经深深地陷在里面了 每当我面对你的时候 我怎么也没办法跟你说出一个字来 这次贷款的事 在余末后面操纵的还是这个腾领 就是他说 他和余末的行长很熟 要提拔余末为信贷科的科长 现在想起来 这都是他精心设计的 你问我们瑜伽和腾领的关系 这就是全部的关系 我都道给你了 我就是怎么也想不到 事情会变成这个局面的 你大概听说了吧 腾领知道你妈妈他们的检察机关 正在调查他以后 他就一下子把欠人的高额利息 全都还清了 这笔钱将近有三千万元 他哪来这么大一笔钱呢 我估计他是通过余末的手稿来的 因为小莫在银行里做 什么 三千万 小莫真的有这么大的胆子 不 我知道 你也应该知道 小莫并不是一个坏人 可是被人逼的 被人逼得没办法了 你说得对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 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是我的猜测 也许并不是这样子的 多怪我不好 看把你吓成这样 别哭了别哭了啊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好的 乖了别哭了 小心困坏身体 别哭了啊 不不不 你知道小莫这么做的后果吗 非法贷款挪用资金 那是要被判刑做牢的 难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一点察觉也没有 如果说小莫当初只是拿了滕领的钱去炒股 你早告诉我 我们想想办法 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三千万 足够判他二十年徒刑 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我都会毫不留情面的 让他承担一切责任 可这件事情 偏偏发生在余莫身上 你让我怎么办呢 你还要把我和文文也拉进来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 余莫和我 害了自己 害了刘英 还害了你 把你也拖到这个 肮脏的陷阱里 立伟啊 我不是人 你原谅我吧 我现在只有用死 来向你败罪了 不 不 你这是干什么吗 谁让你这么做啊 难道说我逼你了吗 你以为你这么做好 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吗 你替刘英想了吗 你替姨梦考虑了吗 你啊 你好糊涂啊 刘英 知道这三千万的事吗 千万不要让她知道 她会承受不了 我 当年在克尔沁草原上 是你救了我的命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今天事情 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 我也只能这么做好了 爸 你干的好事 三千万的 你的命还要不要我的 要 爸 爸 你都知道了 好 反正你早晚都会知道的吧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有 用我们公司的名义作假和文件 带了三千万 给腾林两千七万万还债 我还知道 你欺骗你爸爸 要把你爸爸 还要把你爸爸 偷偷送到大牢里去是不是 知道了 我什么都知道 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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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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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喝什么 就喝奶吧 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 我累得什么都不知道 来 已经十二点多了 我看你睡得很沉 这两天是不是累了 是有点累 主要是压力太大 还在查呀 嗯 在查 有线索了吗 我们主要把重点放在银行上面 可你知道全市有这么多银行吗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也不止下问了 我只是随便说说 对了 你们查银行 这小莫不是在银行吗 你们可以去查他呀 看你的样子 你可是认真问我的 不是随便说说的 好 就算我是认真的 嗯 如果小莫真的出问题了 你们查不查呀 那我得认真跟你说 嗯 责任所在 别说是余末 就是文文 也得查 好 不愧是人民的检察官呀 对了 那要是我呢 更得查 喂 我是立伟啊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来 流行不行了 还得给我去呢 那我叫文文去 我去叫车 雨波 好 情况怎么样 怎么样 柳云 你醒醒啊 立伟和萧峰他们都来看你来了 你看看 你看一看 还有文文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不是说 要看到文文和我们小莫结婚 真 陈晨 叫你一声妈妈 这 六月 你想说什么 你就说吧 你为我 一波 刘云 一母 我 我 多父亲 多父亲 给你 刘云 我 他妈 我 刘亦 妈 刘亦 刘亦 妈妈 有时候真的想飞 真的想醉 忘了期待有多美 不要说我坚强 说我不多流泪 我的难为你不一定能体会 有时候真的很无奈 你妈死了 我生命的一半失去了 还剩下另一半 就是你 我懂 昨天我和你徐叔叔 就是在这儿说的话 也就是在这儿 我差点头海自杀 我都已经要跳了 你徐叔叔把我拉住 他不让我死 他要我想想你妈和你 他对我说 你死了一了百了 可刘云怎么办 余末怎么活呀 再有天大的事 你也要活下去 我说 我这一生就是追求 做一个清白的人 我现在只能靠着海水 来洗净我身上的污泥 还我一生清白 你去叔叔骂我一句 你糊涂啊 这海水是洗不干净你的 连死的勇气都有了 为什么不敢活下去呢 小墨 我今天带你到这儿来 就是要告诉你这些 你明白你爸爸的意思吗 不要说我冷漠 说我不懂伤悲 你明白你爸爸的意思吗 不要说我冷漠 说我不懂伤悲 你明白你爸爸的意思吗 我的梦想一直有你 你放心 我不会死的 我已经开始了 我一直在干净 您得干净 这个个人 你现在没在干净 你尽 你 Getting到干净